怎么才能让大家相信 我们是真的男女朋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 恭喜啊 你今天很漂亮 送你的 谢谢啊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要牵扯其他人 我今天就是冲你来的 这不是小展吗 咱俩都好几个世纪没有见着了 聊聊去 走 走了 走了 展芝林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看你傻乎乎的 欺负你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们之前关系那么好 现在怎么就 与你无关 我们快走吧 还不快走 等记者来读你啊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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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手型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的手腕和肩膀太僵硬了 把手带在老师的肩膀上感受一下 感受到了吗 可是我总是弹着弹着就僵硬了 我妈说我太笨 怎么学也学不会 怎么会呢 你只要每天勤加练习啊 很快就会超过老师的 而且呢 你是老师的第一个学生 你的每天一点点的小进步呢 老师都会非常开心的 那咱们再来一遍 各位宝宝们 大家好 现在我来到的是本市最有名的高端琴行 你们想看看我试弹这些几百万的钢琴 是什么样子的吗 快啊 宝宝们 你们猜猜我看到了谁 这不就是顾佳怡前男有江南钢钢公开的女朋友 许多城吗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上课 这琴行是营业场所 我进来看看怎么了 你拍我可以 请不要拍我的学生 我听说你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请你不要影响我的工作 各位宝宝们 你们看 那边有个帅哥正在弹吉他呢 你们想不想看看他究竟有多帅 你好 我现在正在直播 可以拍你弹一段吗 可以啊 没问题 展芝林怎么会在许多城交课的信航啊 你现在还挺关心人家的 我哪有啊 再说了 人家是因为我的事情 才会被这么多人骚扰的 算你有点良心 我还是去剩下一个 锐歌 你去找找这个直播的人 告诉他们 以后别再骚扰许多城 好 你干吗去 你不会是要去接他吧 我疯了我去接他 哦 那你干吗去 我去疗养院 对 现在我相迅都这么拍吗 真的是 好久不见 江南 你干什么呀 你放开我 江南 你放开我 刚刚那个直播很多人都看了 来找你麻烦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我干嘛要在乎他们 许多成 你别忘了咱们两个现在的关系 我知道 但是也不能 因为这样我就不工作了呀 那你现在就去辞职 我跟店长签了合同的 我得负责 你跟我也 你现在是我女朋友 你得对我负责 你没看到人家不想走吗 她是我女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待女孩子要懂得怜香惜玉 你怎么就看上她了呢 正好我女朋友位置有空缺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啊 展芝林 你闹够了没有 在女孩子面前怎么这么没自信呢 也对 你现在已经不是红极一时的歌手江南了 你现在无非就是在靠炒绯闻博眼球而已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江南 别自以为是 有趣 借你三十万还不够是吗 秦航一个月给你开多少工资 那三十万呢 是我借来应急用的 是要还的 那三十万呢 那三十万我会还给鲍锐的 你在这儿教课 什么时候能攒够这么多呀 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讲信用 这钱是我借的 为什么要让你还给他 再说了 我只是你名义上的女朋友 咱们签到合约里面 也没有写要限制 我在秦航当老师啊 我只是你名义上的女朋友 我的学生还等着我上课呢 他们都是祖国的花朵 未来的希望 嗷嗷待哺的灵魂 你快放我下车 你呀 少在这儿跟我油嘴花舌的 你看后面那辆车 它从我们出秦航 一直跟到现在 如果你想让他们知道 你家在哪 你可以现在就下车 那 我 那我们去哪啊 我家 你家 坏了 着急出来 忘记跟老板请假了 我秦航的工作 会不会黄了呀 还是要不救一下 敬爱的老板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 刚走得急 忘记跟您请假了 刘成我之后跟店长补上 实在是非常抱歉 你干嘛呢 没什么 愣着干嘛 进来啊 哦 随便坐 你还亲吻了舞台呢 你 还亲吻了舞台呢 那啥 真的不是我说你 你这作为偶像 你这也太邋遢了 偶像怎么了 偶像也得吃饭 也要上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作就作 就像我一样 为了财献 而我说 儿子 使务 嘉义姐 这个时候 江南家门口肯定有好多记者 你确定要去吗 但是 江南已经宣布他有女朋友了 没看到全城都是那个许多城 在主动吗 还当众亲他 江南那么做呀 都是为了要气我 他卖出了第一步 那第二步 自然该由我来卖 他确实变化挺大的 不过没关系 昨天公开了一个女朋友 明天再公开单身就好了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那几个偷拍的记者 我正好需要他们 你怎么来了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吗 那你看到了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没这个必要吧 我有话跟你说 是谁啊 顾佳怡 饭做好了啊 只有坐着呢 你们住在一起了 啊 哦 哦 那可你大哥 那可你今天还是想想想想想想想 那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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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从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 你也看到了 我不想我女朋友误会 你请回吧 你们为什么要分手啊 你们当年多当对啊 疑难练 可是我们南瓜们的 易南平呢 疑难 我还杂症呢 快做你的饭去吧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我们走 好的 姐 这场拍得好 忙着呢 包大人 这 这么巧啊 瞧 瞧 瞧 也差不多下班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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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会儿 坐会儿 你看我都偷懒过来 陪你们聊会儿天 合适吗 你看这事 包大人 你就别让我们开玩笑了 怎么能是开玩笑呢 大家都是打工的 都不容易 我跟你说啊 我对你们啊 是既理解又尊重 对不对 不能白来 我给你们爆个小料 回去好交差 这么多菜都是你做的吗 我家冰箱 有这么多东西啊 你家冰箱的东西啊 还不少呢 你这让我做饭你又不吃 我不得考虑一下我的身材 你做得也太丰盛了 你不是说你健身 不用计口的吗 那也是要上跑步级 跑掉的 不吃辣豆 大不了一会儿多跑会儿 好 只有一个了 我志在必得 出炷 一共就十二个鸡翅 结果全都是你吃了 我只吃了三个啊 吃一口算一口的话 三个给你多浪费了 你是偶像 你要控制饮食 不然会长胖的 鸡翅是灵感 吃了才能写出歌 对不起啊 你先擦擦 多怪你做得太好吃了 这次做得太少了 下次多做点 算了 不跟你计较 你也吃饱喝足了 我也该回家了 你等等 又怎么了 许多成 我说你用脑子好好想想 狗仔有多难缠你知道吧 现在外面肯定很多狗仔 顾嘉宜刚走你没有走 如果你不怕他们知道 你家在能话 请别 那我也不能不回家呀 总之 出了事 合同解除 那三十万也要还给我 你 你 别擦了 一会儿给你找件新的衣服穿 喂 爸 我今天晚上睡可欣家 就不回家了 别别别 你不用让妈妈接电话了 你们两个早点休息啊 我挂了 拜拜 你说谎都不会脸红吗 那个今天晚上我睡哪儿啊 你给我指定个地儿 我屋 你想干吗 我屋里有帐篷 我屋里有帐篷 自己拿 谁在屋里睡帐篷呀 大晚上什么恐怖奇怪的声音 干吗呢这声 你干吗 吓我一跳 你干吗呢 还吓我一跳呢 你干吗呢 还吓我一跳呢 我在练功啊 八部金刚功 什么邪功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养生功 你这样打断我很不好的 你不会走火入魔吧 我说 你练功就练功 闭着眼睛干吗 因为你的郁静 好好的 怎么了 一般这个时候啊 郁静都是有掉下来的 你脑子里面装的都是橙子嘛 少看见脑残剧吧 脑残剧也是源于生活的 你呢 许多长 这还有多久啊 早着呢 慢慢看吧 现在才十一分五十六秒 惊喜马上就要来了 怎么了 害怕了 这孙子才害怕 没有害怕 你蒙什么被子呀 谁蒙被子 你没有蒙 惊喜又要来喽 许多长 你能对这片子这么熟啊 这个片子呢 我可是看过很多遍了 就不应该答应你看恐怖片 咱俩上来个事呗 什么事啊 关于我在秦航工作的事情 我在秦航兼职呢 一是因为我要还钱 二是我喜欢从事跟音乐方面相关的工作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耽误做你助理的工作的 如果我耽误的话 你可以扣我的工资 你怎么回事啊 不行 我不同意 我留给你一次 你爸别去 你爸别去 你爸在秦航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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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在秦航工作室 许多长 我跟你说啊 明天早上 三明治 牛奶 一样都不能少 许多成 许多成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 许多成 睡着了 你是头猪吧 睡得那么快 姜楠 咱们屋子里的人 怎么都不见了呀 许多成 你不要传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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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要让你在跑步机上 下不来 你干吗呢 没干吗呀 你想啊 快吃早餐 你猜吧 这 这什么 三明治啊 三明治 长这样啊 按你的要求做的 你不会是昨天晚上看鬼片 被吓傻了吧 有吗 没有 这是你做的 雨后 就这个 还有挺好吃的 老江 好 嫂子好 你们别走啊 别走 不是 你怎么不解释一下呀 谁是嫂子啊 怎么了 不会是因为刚才江放多了吧 哥 这一会儿大连往外冲的时候 你可要拦住他 我是拦不住 有兰子俩一起拦 我自己可弄不住他 那张照片你看了吗 就是跟那个小奶狗 你看看 把咱晨晨抱在怀里 这成何体统 这 这么露骨 这让师父看见 他不得气死啊 要真看见了 估计比大林子都得生气 许多成 老许 回来了 把手机给我 不 待会儿你没事的时候 把手机给我 没有啊 不是 这小子我认识 这不就是唱歌那什么 什么江南嘛 行 你小子 我非得把你剁成滚刀块了不可 你等着 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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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许 你哪用啊 师父 让我来 这 什么意思 剁了他 滚刀块 老许 大林 不能冲动啊 重强机啊 老许 老许 许多成 你给我放什么了 我就放了点 等等 喂 爸 爸 什么爸 你是我爸 在哪儿呢 赶紧给我回来 态度还行吗 可以 别动 怎么了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我爸让我赶紧回家 你等等等等 我跟包瑞回趟工作室 你让小杜先送你回去 行吧 那我先去换衣服 我去楼上还是楼下呀 楼上吧 你说 ,什么时候开始的 说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没有说 就是怕你们生气 你说你这孩子 我能不生气吗 你说说你 我跟你爸 反对你谈恋爱吗 对啊 就算你没有第一时间 告诉我们 我们俩是不是也认了 也认了呀 你说你给我们找了个啥 啥啊 找了个唱歌的 他们这群是什么人 爱玩啊 对 没有责任些 对 爱玩肯定就不想结婚呀 一个唱歌的 叫固定工作嘛 你没有固定工作 肯定又没有固定收入啊 跟你谈几年 那不白白给你耽误了吗 啥也不是 不是吗 你不了解情况 男人不会那样的 什么 男神 还男神去 一听就是骗你们这群无知 无知少女的 渣 赶紧给我分了 分 江南她不是那样的人 她不是这样的人 她是什么样的人 说吧 说说说 她就是早睡早起 而且呢 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早睡早起 我也早睡早起 她早睡 她早睡 她早睡早起 你怎么知道的 对呀 我是她的女朋友 我当然就比较了解 这孩子 你说说你这孩子 你看看你这闺女 现在就开始向着外人说话了 我是白养你了 妈 我白养你了 干什么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别动手疯了 不是你听我一句 我觉得吧 我不要你觉得 现在我要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你把她给挂坏了 我觉得就是你把她给我挂坏了 妈 那我错了我错了 我错了 行了 孩子都说错了 干什么呀 你现在知道认错了你 你都上电视了 你让街坊邻居看了怎么行 我就说明我这两天去菜市场 总觉得有人在后面盯着我看 是因为你呀 你 你 这不是因为您天生丽质 风又有才吗 对 风 您说您一站到菜市场 可不就是焦点吗 对 焦点 你还要胡扒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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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胡扒八道 小小小小 听我的 既然呢 咱们那个事啊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那不如把那个 那个叫姜 姜奶 对对对 把姜奶叫家来 让我跟你妈呢 见见面 把把关 你总算说句人话呀你 别 你刚才干什么了你 别捅我了 这样也太着急了吧 而且她也不一定会来 你说什么 老姜 这是最近的行程 你看看 可能会有几个采访 你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顾佳怡那边 可能也会采取一些行动 反正我现在有许多成了 我看她能搞出什么花样 你已经有许多成了 说得这么自然哪 你瞧 不记念的 是不是她的电话了 是她吧 怎么了 是小姜吗 我是许多成的父亲 叔叔 您有什么事吗 明天有时间吗 明天 是这样啊 我们想呢 跟你先个面 吃个饭 七点 何家欢 不见不散啊 叔叔 那个明天我我我 怎么了 脸色挺难看的 许多成他爸 约我明天吃饭 去呀 挺好的呀 好好准备准备 不用准备 我不去 为什么呀 我们本来就不是真的 见了父母 事情会更复杂 我跟你说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跟你说 咱俩想这个点子的时候 你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而且人家女孩为了你 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父母那儿为难 那人家也不欠你什么呀 你们俩不能 互相帮助一下吗 你琢磨琢磨 怎么能用这个颜色的口红呢 你皮肤这么白 难道不是应该用零七号吗 我刚去现场看了一下灯光 灯光比较偏硬 十九号 会显得你很憔悴 你嘴怎么了 还不是发布会的事情上火 小美 帮我去找个药膏来吧 好 湛总 懂得还挺多的嘛 看来红颜知己不少啊 今天 不是特意为我来的吧 又看上哪个妹妹了 小姑娘没看上 我今天来啊 特意恭喜你的 重修旧有 存心气我是吧 我挺好奇的 你为什么还忘不了江南呢 你不也是吗 江南这两年 混得不尽人意 都是拜你所赐 他自己江郎才静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但你打压他 就和我有关系 不过我真是搞不懂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你们两个 当年那么好的兄弟 变成现在这样 组合单飞是必然趋势 我们可以各自发展的 这张卡 你拿着 你有这个闲工夫关心我 还不如关心关心你自己 江南都有新欢了 好像公开秀恩爱的那个人 不是你吧 他那个新欢 我个应就算了 你为什么惦解 什么意思啊 巧了吧 正好被我看见了 不过我真是搞不懂 那个丫头究竟有什么好的 让你们两个都对她感兴趣 只要是江南感兴趣的 我都感兴趣 小姑娘挺可爱的 找人喜欢 那正好 我们合作 你撬走许多城 我都到江南 怎么样 姐 药膏 好 我展之灵想要什么 我非常清楚 至于你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却得看你了 应该会有人阻拦你吧 没有人可以阻拦我 我觉得 十九号更适合你 好 江南 我知道你很为难 你就见见我爸妈吧 不然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那你先求啊 我求求你了 你这也太敷衍了 你怎么会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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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 够了 你让我考虑考虑 那你是答应啊 我可没答应 见家长这么大的事我也第一次 我紧张 江南 谁还不是第一次 反正我不去 站住 你想干吗 你要是不跟我去的话 我就跟媒体说你的糗事 什么糗事啊 说你家跟住窝似的 还有之前在你厕所的事 你 徐多长 你答应我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 你要敢说出去你等 你 typical니까 只是买到任何人 我官主送你 重支持说 全级之外 你死而生不救 有一种荣告 七颗 然后 agora 那就